密兹马达在洞穴内 聆听着众多小蛇所汇报的城内情况 并将这些信息告诉身边的贝宾 此时的带达王并没有任何动作 魔镜还在冥府尚未归来 通往冥府的大门则由阿匹斯和其他守卫看守 嗯 光靠我一个人不够啊 贝宾抬头仰望洞顶无奈地感叹着 密兹马达则自告奋勇地表示 以他为首的蛇们都可以帮忙战斗 但却没有得到允许 哈哈 你们还是不懂 我可是御蛇人 你们都是我的宝贝 别再想战斗的事了 我哪可能放得下心嘛 贝宾坏笑着拒绝了密斯马达的参战请求 随后又问起了波吉的情况 得知变强的波吉正在回国路上后 贝宾和密斯马达一起称赞起了德斯帕 并期盼起了波吉的王者归来 事实上 密斯马达可以算是波吉的启蒙老师 相比多马斯费力不讨好的力量教导 敏捷性训练对于波吉来说五一更重要 负责这方面训练的正是密斯马达 他总是让蛇收集好碎石摆在自己面前 然后向波吉投掷 从而训练躲避能力 在训练中 密斯马达还告诉波吉 不能只依赖眼睛 而是要好好磨练武感 用肌肤感受外在的气息和空气的震动 波吉就这样日复一日 与密斯马达不断努力打磨技巧 密斯马达 你还挺看重波吉殿下的嘛 看到密斯马达训练波吉的备兵 与其有些阴阳怪奇 他觉得戴达才是最适合登上王位的人 因此并不是很想看到密斯马达训练波吉 密斯马达则表示 波吉和贝兵一样都是自己的恩人 在心里有相同的地位 虽然波吉不一定是当王的料 但如果能着重成长 未来肯定会拯救更多的人 就连戴达也会被波吉拯救 波吉殿下拯救戴达殿下 哈哈哈 这是预言吗 还是野性的直觉 贝兵的语气略在嘲讽 但密斯马达却坚定地表示 自己的预感十分强烈 这样贝兵也严肃了起来 密斯马达向贝兵诉说了自己的不安 他预感波吉在不久后 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因此才教导波吉读唇语 并叮嘱他不要让城里的人知道这些事 为了确保波吉的安全 密斯马达拜托贝兵来保护他 贝兵也欣然接受了委托 知道了 我也喜欢波吉殿下 何况这也跟戴达殿下的安全息息相关 我会注意的 贝兵摸着密斯马达的头 答应了他的请求 事实证明 密斯马达的预感果然是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